今天禮拜四的男女大不投呢 我的书呢 4月30号上市 但是呢 我自己的节目居然排到6月6号 太夸张了 才来聊这本书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一定要等到一个 就是很特别的人 跟我一起聊这本书 好了我们来欢迎哦 果然只要他出现 就一定会下雨的 星系心理资商所创办人 周慕芝 资商心理师 欢迎慕芝老师 哈啰 同学姐好 大家好 其实我上次 我已经破解谜咒很久了 但是我们以机率来看 我们以机率来看的话 还是蛮高的 你就说现在下雨 就是没雨季 对啊 没雨季 所以以后慕芝说 五六月我都不来上节目 对 我都不来上 然后七八月有台风 所以可能要一路到九月 其实我们五月份原本有安排一次 就是我跟慕芝要来聊 就是人生啦 主要是从我的书 这个三明治妈的多重宇宙 意外总会随时上门 保持chill才能够见招拆招 来出发 哎哎为什么 为什么好词薄比啊 哎我的我的我的那个 来宾来的时候他们的书 我们都那个同事都有帮忙做一本 立在这边 为什么我自己的没有 你们认识哦 就是 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主持人呢 马上做马上做马上做 马上做马上做 主持人的书就不用推吗 没关系让我拿 让我来拿 没有关系 我们有一本现成的摆在这边 好 太好了 哎有人说六月十六号键 太棒太棒了 就代表他已经报名了 可以讲啊 我今天已经公布了 你已经公布了 其实两三个礼拜前就应该公布 真的啊 但我太忙了忘记公布 大家都没公布了 好所以其实五月份的时候 本来有一次已经跟慕姿约乐 就是来我们的节目上 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我的新书 那但是因为那时候我生病 所以后来我们就这个 决定把它延到这个六月份 那刚好这个六月十六号 也就是十天之后 我的新书分享会 在台北青子天下club这一场 礼拜天的下午两点半开始 两点入场两半开始 这一场的新书分享会 我非常非常感谢 就是慕姿老师 竟然要来当我的主持人 那之前我有问大家 有没有猜到神秘嘉宾是谁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做 就是这张图 你看你看 我们那时候把你的照片挖 用黑影 没错没错 结果一堆人 光是看到那个黑影就说 周慕姿老师 真的假的 真的 这么厉害我都我自己都看不出来 我跟你讲 超级多人直接 因为我问说 大家可以猜猜神秘嘉宾是谁 就把你的那个弄黑了 是不是因为我们两个太好了 所以大家就想说 戴爱玲你也没什么选择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这样 是我跪着求来的好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我觉得是因为你那样照片 太深植人心 因为你那样照片常出现啊 这张 这样子 你这个是哪一本书的照片 你也忘了对不对 是过度努力吗 还是 有可能 应该是 对对对对对 是过度努力 应该是过度努力那本 所以好多人都猜中 没有错 我今天早上已经在我的脸书上公布答案 确实我们的神秘嘉宾哦 6月16号那一天就是慕姿老师 那我非常非常期待 就是用慕姿老师来担任主持人 会是什么样子的一种火花 因为我最近其实 因为慕姿后来开始主持吧 Podcast 对 你有觉得主持人跟 我觉得当主持人好难啊 真的 我觉得因为我实在是话太多了 所以我就是那种自己对的 自己对自己讲 我觉得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然后结果现在要就是问主持人的时候 我压力超大的 因为我就会在想说 我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很蠢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我真的 我真心觉得 我后来当主持人之后 以前我在被访问的时候 我就想说 为什么有些主持人私下跟我聊天 我觉得他们懂的东西很多 可是他们在问我问题的时候 会问的非常浅 或是问的那种 就是很像那种大众 都会有的迷思的那种问题 我以前都不懂 我后来当主持人之后 我就发现我也会问这种问题 因为我要问一个 大家会有迷思 才让你可以讲出来 没错 然后我就想说 原来会问这些问题 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要想就是 听众想知道什么 对 并不是每个人都 就像比如说我对医药方面 比较了解 但是我还是会问一些 比较浅的问题 即便我知道这个答案 我还是会问 对 但我觉得也是很有趣 因为最近出书的关系 所以有幸上了很多 主持人的节目 对 其实因为我时间比较 比较少 比较紧迫 我其实也没有上太多了 但是你看 大部分的这些 我去上的节目的 主持人都是我 我以前的 都是我的来宾 吕哲老师 然后还有像是 对 慕哲老师啦 曼娟老师啊 对 然后像是 黄聪林医师啊 对 很多还有还有好多 像像我前阵子去上那个 吕哲 吕哲的 吕哲老师的 也是吕哲也是来我节目过 一两次 好对 所以我就会发现很有趣 就是 在当主持人跟当狼宾 来宾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每一个人 的风格特质 哦还有品浩老师 对 对对对 就每一个人的风格特质 他关注的主题焦点 还有他聊的广度跟深度 他有兴趣的题目 他的回应 其实跟 都不一样 所以虽然是同样一本书 然后 可是真的跟不同的人去聊 会有不同的火花 对我们自己也会 有一点也觉得 就是我可能有些东西 原来这个东西 大家会有兴趣的是这个 但我觉得 比较有趣的是 就是所以主持人要多出书 为什么 大家才可以报恩 那我们这些上节目的人 终于可以报恩 然后你才不会 有没有 人家欠你太多 没有没有没有 我都没有 我平常你们来上 我都觉得你们有恩于我 没有没有没有 在我中主持人要多出书 节目好听真的 主持人当然很重要 可是来宾选的好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最近 真的很有趣哦 那但我也发现这本 三明治妈的多重宇宙 呃 我的书里面 大家大概简单的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里面 我觉得第一个 要说书名取得很好啦 对 因为书名是这个 出版社他们看完我的书之后 他们就直接下了这个 三明治妈多重宇宙 因为他们觉得我就是 不停的转换我的 没错 我的角色 可是事实上现在 在三明治世代 大家都是一样 所以第一重宇宙是自己 那这自己包括 可能自己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健康其实也是开始需要 你你会就会觉得 好像体力不如前 完全啊 完全完全完全 而且会会很挫折 你还没吧 没有会 因为已经真的 就是我觉得 30 我我自己的印象 真的是我刚刚开始 训练智商的时候 然后到33岁那时候 考心理师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那时候 先遇到第一重挫折 记忆力完全大幅衰退 30 因为你平常不会觉得 可是你在念书的时候 印象就很深刻 就因为 尤其是以前年轻 如果记信还不错 我觉得 好念到第二次第三次 已经在复习了 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是我念到第三次 我觉得我还是记不太起来 然后就非常挫折 跟其他同学说 天啊我记不起来 然后同时就说 这是正常的 就是会来到正常的世界 因为我们其实除了有一些 一直在考证照的人啊 否则的话 我们真的 我们真的在大学联考 或是研究所 考完之后 其实会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在使用我们的大脑 没错 然后大脑使用的地方 有我在猜不一样 然后 最近我在念日文 因为我要考日文解定 我不小心讲出来了 反正考不上就算了 就我最近在念日文 念日文要考日文解定 更挫折 就是什么叫做 什么以前念三遍记不起来 字但你还有点印象 对 以前念三遍就是觉得 嗯 这是什么东西 往上第一次看 然后你就是记得那个字 但是完全想不起来 相关的东西 它挫折到爆炸 我最近压力超大 居然是因为念日文的件事 你最近有瘦欸 就压力很大 是因为压力很大 真的是压力很大 真的瘦很多欸 也没有到瘦很多 你的脸已经 你的脸已经快要比你的手 还要小了 真的是 大家可以上一下 上来看一下YouTube喔 慕斯老师最近真的瘦好多喔 就是压力真的 真的是念书 然后当然 因为刚好生 生 就是因为我的Podcast 最近这一季结束了嘛 那我在跟静好听讨论 要做成 要改 改变整个 对 所以所有的东西 要做的内容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然后也有很多东西 就是新的要尝试 反正我就是觉得 真的年纪大了 就是然后 妈妈的身体啊 就是身边长辈的身体啊 自己的身体啊 最近真的就是会有觉得 哇 那个就是 会有 所以我在看你这本书的时候 感觉超 真的吗 真的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 我心里想 而且因为你在我心目中 我实在是要讲 就是我那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觉得 天哪你就是 在我心目中的那个你 放到这本书里面 因为我那时候刚认识你 第一次认识你 我就很喜欢你 我想说 这人怎么可以就是 认真成这个样子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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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成了你过度努力到 第一个想要找的推荐人 对我那时候 对我过度努力在写的时候 一边写就一边想到你 然后我心里想说 我过度努力一定要找你推荐 就是一定要找你写推荐区 就是一个这样子 如果看你写这本书 然后把你那一些心境 然后看到你也会有挫折的时候 然后你是怎么去 处理那个挫折的情绪跟感受 那你等于是把你就是日常生活 我学到那些关系 关于心理的东西全部都放在里面 我觉得很厉害 对因为我刚有讲就是说 这个多重宇宙 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多重宇宙里面 比如说你一定有很多不同的身份 你至少第一个你一定是你自己 然后到了这个我觉得四十四十几岁 四十岁以后我觉得会很明显的感受到 不管你是在体力方面 对我们刚刚讲记忆力方面 但其实你在这个时候 却是最忙的时候 是你人生最忙的时候 因为你在四十以前三十几的时候 你可能还有很多是为了自己忙 可是四十岁开始你可能会有 这个第二重身份 每个人都应该有第二重身份 就是身为子女的身份 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运气好的时候 四十几岁五十岁左右 你可能父母亲都还很健康 然后你不太需要去烦恼他们担心他们 他们都把自己顾得很好的 这种呢就是还算是幸运的 但是如果你结婚有小孩 你的第三重身份是父母亲的话 在这个时候 不管是从他出生开始一直到多大 你其实就是在每个阶段 都有每个阶段不同的问题跟忧虑 那所以我们时间就 一天时间就是二十四小时 你知道以前常有人问我说 你怎么可以做这么多事 对啊 我最近啊出书 太誇張了 访问完之后呢 我那天去 那天是去接受谁 也是我的常常来 我的节目的来宾 他邀请我 所以我就去就是黄慧如 曼老的作者 对 你知道那天 他在听天下的节目 然后呢 我们俩在聊 你知道他哭得要命耶 我都没有哭喔 他一直哭一直哭 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到最后 他就说因为他实在太有感了 因为就是他说我还不是妈妈耶 我只是女儿 我看到你跟你妈妈那段我都好要干这样 对 然后之后他就问了我一句话说 你到底是什么时间在写这本书的 因为他知道我后来很短的时间把书写出来 对啊 而且原本还不想要那个 还说要那个那个解稿字就要生出来 我指定的延后 然后我就说怎么可以 对所以好就是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世代 或是或是看你要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 如果今天你是父母 就像我们前两天在跟品浩在聊 身为父母的为难 那礼拜四我们通常都是在聊 身为自己或是跟原生家庭相关的一些为难 这些东西其实在中年时候 我们讲中年子女好了 其实我们我们都是中年子女 在中年子女这一块我们承受的压力 我觉得真的确实是比较大的 而且随着这个大家的平均余命越来越长 超高龄化社会 我们在这一段三明治当中的时间会越来越长 就像我婆婆七十岁了 还在照顾九十几岁的外婆 我的我们的外婆一样 所以这本书其实写出来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说 你在每一个阶段其实 在这个阶段其实你每一个不同的身份 都会有这么多的压力 可是我们 我自己学到最多的就是 我不可能解决掉所有的问题 我不要再像以前的好学生的那种 我还是好学生 只是我放松一点 那 我也很谢谢慕姿 因为慕姿其实你写的那个推荐序 非常的感动人心 而且你还披露了你没有讲过的东西 你看就是你的我一定要来一些special出来 所以等一下回来就继续跟慕姿来聊聊就是 他看完这本书之后 他自己的那种多重身份的感想 以及他推荐序里面写到的故事 他其实很少写 就是他那个是第一个讲的 但是过去其实他在我们节目上也有讲过 跟妈妈之间的事情 可是我们都一直觉得你妈妈就是很很 你知道就是很棒的一个妈妈 辛苦啦辛苦很棒 可是因为慕姿是单亲 算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所以你跟妈妈之间的情感更为密切 昨天有一个这个主持人问我 因为我觉得他就说他看之后 他觉得很很不可思议 因为他是儿子 他就说 他说我打电话给我妈 我问他好不好 他一定不敢说不好 因为他在他心目中就觉得 哇儿子跟你打给我 已经是非常的万幸了 所以他就说我觉得母女跟母子真的是不一样 对真的 所以等一下回来我们来聊聊更多 就是在于每一个人自己的多重宇宙 过度努力的自己 这个东西又是母子的专业 休息下待会回来直播继续哦 今天礼拜四的男女大不同 非常感谢周慕姿老师来到现场 主题是三明治妈的多重宇宙 那这是我在亲子天下出版的新书 那非常感谢大家4月30号 这个有书了耶 谢谢 耶 谢谢我的同事 太好了 感谢感谢 有书 有书在现场了 就我就不用自己一直立在旁 哈哈哈 好 这本书四月30号上升 那到现在呢 其实在 心理力智类的这个上交排行榜上面 都还有看到看到它的存在 那我觉得自己非常感动的是 在这本书出版之后 我收到非常多的回馈 然后我也觉得很有趣的是 真的大家看到的地方都不一样 因为大家的可能身份 然后自己的状态不一样 而且重点是 不是只有女生 很多男生也都跟我分享 所以三明治世代 本来就不分男女 那为什么说三明治 是妈的多重宇宙 那出版社会这样子 当然还是有去取一个谐音 是是是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这个 妈的多重宇宙这部电影 他有一个可爱的谐音 那我自己是妈的角色 但其实非常多的爸爸 男性中年男性 其实在这一个阶段 一样是呃 乘上接下 然后甚至上前阵子不是有一部台剧 叫什么 不够善良的我们 对对对 据说里面 因为我没有看但是我看很多人写 就是说里面这个贺君祥 他其实 道尽了很多中年男人的 这种无奈跟心事 而且我真的觉得 我对我那一部片我看完之后 我真的 我觉得另外两个角色 就是简庆芬跟Rebecca 当然都演很好 然后徐伟宁很强 这就不用说 但是那个何芮芝 就贺君祥 我对他的印象 还留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高中生还是 国中生那时候 偶像剧吗 什么恶魔在身边 他跟杨诚琳演的那一部 然后演那个酷酷帅 就他现在演一个就是 那种夹在中间 就夹在中间的那种 那种中年男子 演的这么好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哇塞 我真的是 所以 其实我要讲就是说 三明治世代 本来就是 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年纪 其实有些人 考报三十几岁 就遇到 像我书上 其实在第二重宇宙 就是照顾父母这一边 其实写到一个朋友 就是 他从二十几岁开始 就先 是爸爸厉害 然后后来过世 后来他就接受 他就继续照顾妈妈 然后妈妈一直到 呃去年过世 然后到去年过世的时候 他他小我几岁 四十几岁 他四十几岁了 他才突然间 就是意识到他好像 没有真真真正正的做过自己 然后他的人生 好像从现在才开始 虽然当然对他来说是 非常的伤痛 因为他很孝顺 嗯 可是他到了四十五岁 他才跟我说 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 当过小孩 的那种感觉 所以每个人的起始的年龄 跟呃 你在的那一重宇宙里面 你担负的责任 可能都不一样 但是真的好多人 都有自己的故事 那我也很谢穆姿 穆姿你自己在呃 帮我写这本书的推荐的时候 其实你也写了一些故事 嗯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因为那一段时间 刚好是我呃 刚开始就是从事智商工作 那个时候 那在其实在念 在念智商那几年 我妈妈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我家里的状况就是很不好 就我爸爸欠了很多钱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就等于是 就是我妈妈就等于是 所有的钱都没有了的状态 他本来在 住在别的城市 然后来台北跟我一起住 然后 那个时候我正开始决定要念智商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的身心 其实是非常非常挣扎 因为我刚进入智商这个领域 然后这个领域 我不是考试进去 我是推增进去的 所以我是零基础 就是我什么都不会 然后 那时候上课我必须要先面临就是 同学在讲东西 老师在讲东西我都不懂 所以我几乎就是 只要一有时间 就在图书馆念书 跟去家交 就是去打工 因为我必须要负担我自己的生活 可是那时候我妈妈的状态 非常非常不好 然后后来我妈妈她看我这样 她就决定她要去工作 所以等于是她也努力工作 我们两个一起 她也帮我负担部分 我的生活的这个状况 因为我后来实习的时候 会有一段时间是不能 就是没有钱 是没有薪水没有办法工作 然后又要写论文 然后那段时间对我来说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原因 是因为 我觉得那辛苦 不是辛苦在念书或是打工 那个东西对我来说还好 就是讲句难听一点 就是现在这比以前忙很多 可是我觉得痛苦是痛苦在 身边其实会有非常多的大人 认为你这样的选择和自私 就是会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在你们家 这么辛苦的时候 你不继续去工作 你居然去念书 然后又去念了一个 以后也不知道有没有前途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对心理諮商 没有什么印象吗 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然后让你妈妈那么辛苦 你应该要去工作 所以我那个时候很感谢我妈妈 因为我问了我妈妈 我跟我妈感情的确非常好 我这个人就是耳朵很硬的人 就是我决定的事情 谁跟我讲什么 我基本来说不会听 但是只要我妈妈讲一句说 我觉得这样我很辛苦 你要不要先去工作 我一定会去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很 我既害怕我妈跟我说这个 然后可是我又觉得如果她说这个 也是合情合理 就我妈居然二话不说说 我只担心你之后后悔 但你只要决定要读 你就去 然后我那时候听了 我真的是觉得 我对我那时候念书 我就是跟自己讲 我没有退路 有些人就说 其实我可以再稍微延一点 因为我那时候实习的时候 我实习可能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 然后我选了一个离我实习 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近的实习单位 所以我一下课 一回到我自己家里 然后就是我就每天就是花五个小时写论文 然后写完隔天再去上课 然后我就是一直持续这样的生活 然后有些同学就说你怎么撑得下去 我老实说想到我妈我就撑得下去 因为我妈妈那时候是 她的工作是非常辛苦 就是她必须要轮班 然后她轮班是需要 就是必须要就是 就是 其实生活工作 非常没有品质 而且就是整个生活步调啊 状况都变得不好 但是她就这样子为我撑了三年 然后撑了三年之后 我刚开始去工作 我妈身体就开始出状况 那她出状况之后 她那时候先跟我讲 那时候我也很忙 然后我妈跟我讲说 她一直在 就是她可能就是什么 手会有点抖啊 或怎么样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因为我妈妈本来就是 对自己身体蛮注意的人 所以我那时候有时候就觉得说 这个还好吧 是不是你太累或什么的 结果后来就觉得 状况不太对 应该是要去做个检查 然后去检查出来 医生说 怀疑是有可能是 就是所谓的那个 帕金森的前照的时候 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 我印象好深刻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画面 我是站着 我妈是坐着 然后医生说那个话的时候 我听到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是 我觉得那不仅仅只是 我妈妈生病了这么痛苦 那个痛苦是天哪 我这么自私 为了要念这三年书 我让我妈妈生病了 然后我为了要念这三年书 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刚开始工作 我正在当辅导老师 我也不知道 我未来的状态怎么样 然后我害我妈妈 她一直都是这么健康的人 结果 居然换了一个 对她来说是打击 因为她是很喜欢走来走去 跑来跑去的人 她居然换了一个 可能对她是非常非常 痛苦的一个疾病 然后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 自责 我印象很深刻 我就是连续 好 就是一两个礼拜 回来就是狂查 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有网路 真的也是蛮危险 以前就是要去图书馆 图书馆如果关门就不能进去 现在有有Google嘛 我就开始狂查 然后看一堆资讯 然后疯狂的问我先生 然后跟我 然后我我先生就跟我说 他觉得现在发现是非常非常前期 如果吃药啊运动啊 他其实是可以维持住的 就是没有那么严重 叫我不要太担心 可是我我觉得 因为他看我很慌张 所以他跟我讲的东西 一定也会比较保留 然后后来我我就突然 我记得好像就是 这样子持续一个礼拜之后 我突然就冷静下来 然后就跟自己说 好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遇到了 那至少我们很早发现 因为我妈对自己的身体很注意 所以我们很早就发现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面对 这件事情要怎么办 所以我那时候找了很多资讯 我就开始 因为我说我做那个本本 我觉得对我妈来讲 应该是觉得非常不容易 因为我非常不会画画 我很会写字 但我很不会画画 但是我真的是每一个 你每天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画一个 看起来很丑陋 然后我画一个花椰菜 什么要吃什么十字科的食物 这样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本本 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 我就拿给我妈说 妈我觉得 因为反正现在我们发现得早 然后你可以维持现在这个样 那维持这样子 你也是可以生活啊 现在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就 好好的把你该休息 该做的事情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你工作就停下来 你就不要做了 反正我现在可以赚钱 然后你就好好的 你现在的唯一的工作跟目标 就是把你的身体养好 那你就每天去运动啊 然后让自己放轻松 然后就是吃东西注意 就这样子 你只要为我做这件事 然后 然后我们就一起面对 然后我妈也很可爱 她可能不知道是受到本本 太感动还是怎样 她就说 好 我觉得你说的没有错 那我们一起来努力 其实你妈还是 我觉得你妈还是算是积极的 我诚实的说 积极的人 我妈是一个 我妈有时候是一个 我妈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 但是她有一个很大 她为我做一件事情 我一直非常感谢她 就是她任何的焦虑都不会让我知道 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 因为这样子有点心疼她 就是比如说 我跟我先生其实交往非常久 就是我念书完 我们开始工作之后才结婚 我们两个应该交往 那时候应该交往四几年 然后 在那时候 我出来工作 那时候已经34岁 然后我们那时候 的确也有犹豫说 要不要在我念书前结婚或什么 但是那时候还吵得不行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 切切以为不可 我看还是先去念书好 可是 我的 曾经有一个长辈 就打电话跟我说 你不赶快结婚 你知道你妈有多担心你吗 她有时候会跟我讲这件事 我跟我妈讲 我妈就说 没有啊 我怎么会有说这种事情 那是你们的事情 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 她就是会跟我这样讲 但是她担不担心 我觉得她担心 可是她会跟自己说 我不要慌 然后就包含我念那三年书 我妈也其实是担心的 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 听到什么心理智商师啊 没有什么智商心理师 什么临床心理师 根本没听过 她也不知道我以后 赚不赚钱 但是她就觉得说 好你决定了 我只能就支持你 我就是支持你不要让你担心我 剩下的就是你的事情 就是你念书你的事情 对我来说我觉得 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 有些父母不能给自己资源 不能不能就是问我妈妈 不是一个可以给我资源的人 可是我觉得她给我这种心理的资源 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礼物 但是某方面来说我觉得她也就承担了很多 所以我那时候在看姐你写 你跟妈妈的关系的时候 我看了就会很有感觉 因为我妈妈已经算是一个很 就她不是那种会一直讲一直讲 一直抱怨 然后让我很痛苦的人 她基本来说她是会比较努力 就是她是一个好孩子 就是医生叫她做什么 那个东西再难吃 那个事情再难做 只要医生说这个有帮助她一定会做 她是一个意志力很坚强的人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一年半 然后突然就去 就缺了增加都不见 然后她就一直持续去检查 这实在是一个感觉是个奇迹 真的是奇迹 然后医生吓一跳 因为连做核磁共振什么 全部都恢复正常 你的意思说她那个时候被判断说 是有早期的八经生死症 是因为核磁共振的脑的变化 然后这完全不可思议 然后后来就是去做检查 然后包含她的动作 医生真的吓一跳 她完全恢复正常 就这样过一两年的时间之后 然后后来医生 然后又追踪了一两年 然后医生后来还带她 就说 我那个教学诊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过来 然后我们就围在那个小小的房间 大家就开始 讨论说 就让她做任何的练习 所有的练习 全部都是恢复正常 然后大家哲哲成情 然后我妈就还很得意跟我讲这件事情 你那个小本本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到底小本本里面 叫你妈做了些什么 吃了些什么 好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聊 今天礼拜四 男女大不同 我们聊聊我们各自的多重宇宙 就从我的书 三明治妈的多重宇宙 意外总会随时上门 保持chill 才能够见招拆招来聊起 那今天在现场的 是大家都非常爱 我个人也是觉得 哦她在我这几年的混乱人生当中 其实 嗯 帮助我 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这样聊天 其实她 其实不用特别做什么 其实就是这样聊天 我不管我们在聊什么内容 你知道我在这个这几年过程当中 礼拜四我们有很多智商老师 嗯 礼拜二我们有很多教养专家 对 其实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 其实我 我 我就是让自己慢慢慢慢进化 嗯 进化到现在可能2.0版 就是 比如说 在有看书的人大概就知道 不管是在 亲子的教养 或者是在这个 嗯 父母亲 照顾父母亲的这个路上 自己的心情 我觉得我比较没有 没有真的进化得很好的是自己 嗯 就是 哈哈哈哈 你为什么 认真的点了头 哈哈哈哈 过度努力的自己 因为刚刚我其实在跟 跟慕芝说 那个 大家知道 她过度努力 那本书出的时候 我帮她写推荐去 我哭到一个 我看你的词 我哭 我边写边哭 我哭到一个不行 对 然后就是又是就是 因为我看完书之后 我知道这本 我知道她为什么要找我写这本书的推荐区 我理解她的 对 然后我在写说 但 我 我觉得好像是没有办法 不努力 我不管在做自己的这条路 这个这个部分 还有 我觉得我在 我在 我在 当一个女儿 因为我是独生女嘛 我在面对 父母亲可能有的一些状况的时候 我也是非常努力的想要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嗯 当然身为一个母亲 我也是很努力的想把我 所有事情做好 你知道我儿子之前曾经说 哎你比如有阵子比较忙 好我买了几天外食 然后我儿子就跟我说 你怎么天天都让我吃外面 这样你不健康吗 哈哈哈 他这样这句话 我就会觉得天哪我 我当然会第一个 超有罪恶感 对我会很有罪恶感 就是当然在当下我会跟他说 我就很忙啊 这几天很忙 而且你不是每天都可以吃不一样东西不是很好吗 他说可是我还是比较想吃你做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天哪就是 我有一种就是 被 我有 我觉得我有被 我自己是自责的 就是我觉得我不管在哪一个身份 我都很容易自责 嗯 但那个时候你就不会想说拍拍他说 孩子人生有时候就是要面对失望 哈哈哈 对我在当下没有办法 所以 呃 但但我这本书里面其实就写到 当然我觉得 就是 这种过度努力的性格 什么事情都想要做到 做到好 或是做到让别人满意 这种性格其实 因为从小就养成到现在 其实也很难 很难去改变他 然后重点还有就是 嗯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问题解决导向的人 嗯 就是所以我会觉得爸爸妈妈出问题 我就要想办法去解决 尤其是我妈 那我妈又是一个很负面的人 嗯 所以我要想要去解决他的问题 我想要让他开心 可是问题就是他开心不了 嗯 那他开心不了的 当然可能跟他也有老年忧郁症有关 嗯 可是后来我觉得 我自己的压力时代太大了 对 当我的情绪太满的时候 就是我我我我每一次 就是曾经就是每一次去 带我妈妈去看医生或干嘛 然后我把他送回家之后 我就要在路边停半小时在车上 然后哭个半小时 嗯 哭完发泄完之后才能回家 因为我不想把这样子的情绪带回我家 带回我自己的家庭 嗯 所以这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 然后这也会造成我 其实是会有压力的 我我每次要打电话回家之前 或是我要回家之前 我都会好怕就是妈妈 又要开始跟我抱怨 嗯 很多事情 所以我后来慢慢慢慢能够接受到 就是说 我觉得我慢慢进化的原因是因为 我发现其实最让我痛苦 那当然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也会有冲突跟摩擦 因为你会觉得你 因为因为我太忙了 我太多我同 我就只有这么多时间 可是 所以当我每次安排好 我就把我的时间都切割得好好的 可是当你把时间切割成 是刚刚好的时候 就像那天品浩说的 你的人生 你的 你的生活是没有余裕的 对啊 没有空白的时间 你没有余裕 所以当这个 这个比如说我切割了 这块给你这种物资 可是你的反应没有如我所预期 你没有配合我去做这些事情 就会很失落 第一个失落 第二个你会觉得生气 就觉得我都已经帮你安排好 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你为什么不要努力一点呢 你为什么不要像我一样呢 就是你为什么不勇敢一点 去面对你现在的状况 你为什么不接受呢 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就是 就是在那种很紧绷的状态 那为什么会这样到最后 我自己理解 我自己发现就是因为 我其实在生气的 我在痛苦的 其实最大的一点 可能是因为我 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那个生气有时候是从自己身上 就是我气啊 我怎么做什么都没有用 我气我什么做不到 我什么会做 我什么不能我应该要 我应该可以 而且我应该要 所以其实是气自己 所以我觉得我到最后是必须要接受就是 有些问题我就是解决不了 的确是 我觉得这是跟我们 我们特别就是台湾的孩子 或是东方的孩子 就是对跟父母的这个关系 我觉得一辈子都在学 怎么样可以互相依赖 但是又不会失去自己 我那时候说我妈妈在早期 也不是长这样子的 我妈早期是非常非常依赖我 我也是独生女 那再加上我们又是只有我们两个 所以我妈情感上是非常依赖我 你可以想像以前高中那个时候 还没有手机的时候 我去一趟 我那时候我住基隆 但我高中念台北嘛 学姐 所以那时候我去一趟 为了社团或是什么去一趟台北 我至少要打四通电话 到基隆火车站打一次 然后到台北火车站 爆平安吗 对到台北车站打一次 然后到台北车站的时候 要讲说我几点要从回来 所以我会打几点的车 然后回来的时候 到台北车站再打一次 然后到基隆车站再打一次 就这样四次 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对我的一些 一些掌控啊 照顾啊 其实都是非常的无为不至 但是也是非常严格的 那后来就是真的是从开始 我们开始从各种就是社团 然后生活的一些 我们开始有很多的拉扯 我开始没有每件事情 都按照她的方式去做 那她开始放手 可是也会有那种就是到我年纪 比较大之后 她会希望我都可以照顾她 比如说她来台北她不熟 她会希望我让她知道 我可以带她 我可以都带她 怎么做节运 怎么做公车 我可以都带着她 印象最深刻是 妈对不起喔 这个借我讲一下 反正是你以前事情 然后就是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毕业典礼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是 我就就是 那时候真要毕业典礼 然后我妈妈那时候 刚好上来台北 然后她就 因为那时候我的 我租的地方在和平东路上 然后我的学校也在和平东路 所以就是公车或是计程车 一个十分钟就到了 对 然后我妈就说 我就说那早上我要先去 那你可以到时间的时候你再来 然后我妈就说那我要怎么去 我说你可以坐公车啊 她说我不会坐公车 我说你就走出去那边 然后那边有公车站牌 你就看有到我们学校的就可以 我不会坐公车 我说那你就坐计程车 然后她就说 我不会坐计程车 我不要坐计程车 我最讨厌坐计程车 为什么要浪费钱 我说喔 然后那是我开始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念智商了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开始练习拒绝我妈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是那种火爆脾气 跟大人都可以吵架 可是只要我妈说什么 我就会乖乖闭嘴 所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学练习拒绝我妈 就是我妈讲 就是我妈讲说 这样子的时候我就看了她 我就想了一想 我就说这个是我的毕业典礼 对我很重要 我不会有时间回来接你 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来的话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也没有关系 我就走了 但是我生平第一次对我妈这样讲话 然后我去的时候 还好因为毕业年底事情就很多 她就在那边到处各自照相 所以就 比较不会有那个 那个心情很纠结的状况 因为有很多事情可以分析 结果时间到我妈还是出现了 但是我妈出现我有做一件事 我就拍拍她说 哎呦你很棒耶 你还是来你怎么来 然后我妈就说我做公车 我说哎呦你会做公车很厉害 然后我就是从那件事情开始 我开始练习跟我妈设立界限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容易 对我妈有罪有感的人 就是那种我妈如果电话没有接啊 我会打五百通那种 然后我先生说你冷击一点好不好 就是那一种 然后可是后来就是在这样子 就是有些事情 我马上就会觉得 要跟她讲好麻烦 要跟她交她很麻烦 那我就干脆做好好了 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这样子 不是只有我很累 她会失去能力 她会更失去她对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 她没有办法掌控她的生活 她就会想来掌控我 她就会变成一个恶心循环 她就会想要掌控我做到她想要的事情 因为她对她的生活没有掌控感 所以我后来就开始练习不行 哇我就我就装可怜 我妈真的我很累 可是这个我真的不行欸 那我教你你怎么样怎么样 啊你去问一下那个站务人员 问她说你要怎么从哪一站 搭到哪一站 他们人都很好 一定你又长得那么可爱 她一定会跟你讲的 那我妈一开始就很爱面子嘛 就不要嘛 然后后来她去试了几次 后来发现欸 其实没有很难 而且她自己做到这个事情 她就会打电话来跟我很得意的说 我今天从哪里到哪里 我这都不用我都不用问人家 我自己看那个图我就会 我说哇塞你好棒 你现在是台北通楼 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的慢慢的 她就变成越来越能够独立处理她的事情 然后对她来说独立处理她的事情 也带给她很大的成就感 我问一下喔 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都没有萌生那种 愧疚自责 当然有愧疚自责跟她吵架 我怎么可以这样 妈妈以前为我做这么多 你知道就是那种 觉得自己不笑 或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做这些事情吗 绝对会 但是还好我有一个东西 叫做知识的理论背景 因为我就是在念諮商 那我们在学心理学里面 会讲到很多父母跟小孩的感情 跟彼此的界线 没有分化清楚的时候 对彼此的影响会是什么 然后我也有发现 因为我妈妈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 因为我刚刚有在直播中间聊到说 我妈其实是一个从小就自己照顾自己的人 所以对她来说做不到事情这件事情 而我又不能按照她的方式 去做到她想要的事情 不要引发她那个 觉得自己能力很差的那一个 犹豫跟羞愧感这件事 如果我一直帮她做 我就要永远都做得到她最想要的那个状态 她才不会被引发 你看她做不到我要的 我真没用的那个感觉才不会跑上来 那如果这样的话 她自己一定最能做到她想要的 所以让她训练她自己可以做到她想要的 让她不要引发羞愧感 其实才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要素 这是我那时候的体悟 后来我发现试了几次之后 发现对她有帮助 对我也有帮助 因为我就不用一直那么刮心她 因为我可以知道她是有能力可以处理她的生活 她是可以解决她的事情 她会好好照顾自己 这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因为父母有时候会小看 他们以为他们年纪大了 有时候他们会小看她对我们的意义 光她能把自己照顾好这件事情 对小孩来说就是一个很幸福跟很被爱的感觉啊 对我们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 对有在想我妈哦 因为我妈妈是 我妈妈之前年纪的时候 其实跟你妈真的超像 就是到哪里都是 就是很喜欢做很多事 很喜欢跑很多地方 像我爸都是不喜欢动的 然后我妈妈就是 就是她会去运动 她以前爬山爬到膝盖出问题 然后刷牙 因为要维持牙齿健康 刷牙刷到牙齿断掉 哇塞也太认真的 对我妈妈就是这种很极端的 做什么事情 然后全家最在乎身体健康的就是她自己 然后她以前也是所有的 所有要看什么医生 要吃什么药 医生教她 她现在还是啊 每天保健食品 就都会吃 她只要吃还有一罐 但那边她就要跟我说 只剩一罐了 那一罐明明还可以吃30天 我妈也是 对啊 就跟我这样这样 我就一直不停收到 这个只剩一罐了 这个只剩一罐了 然后我就想说 或者是这个没有了 我说怎么会 我上次拿很多应该还没有 她说对还剩一罐 我说还剩一罐还可以吃很久 就是 她是一个 以前就是真的是把自己身体照顾得很好的人 然后 呃 在我这个很慌乱的时候 她也都是我最强的后盾 所以在几年前突然间身体出现一些小变化 可是重点就是说 那个变化对我来说 她并不是很严重的 是 可是为什么会对她来说 就是好像天崩地裂一样 你知道 我在说明年其实有写到就是 所以 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不能接受 嗯 我会觉得 我不曉得会不会有 我这样讲很不应该 但是也许很多人也会有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就是觉得 没事找事 嗯 你其实还好 可是你就是爱嗨 你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但你就是要依赖 嗯 我那时候真的就是满满的这种感觉 嗯 他不能说没有问题 他真的有出一些问题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 嗯 那这件事情也许现在暂时还不会造成什么危险 但是他有可能会恶化 我们都说不准 嗯 所以你还是要找人照顾他 嗯 那时候我才能 然后他也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很谢谢我妈妈的那位神经外科医生 神经内科医生 他说 他说在神经内科的领域上 我们必须要说真的有超过百分之五十 就像帕金森师 你也是看神经内科嘛 对 他说百分之五十的一些状况来找我们 我真的找不出原因 嗯 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就在医学上就是有受限 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病人很抱歉的部分 但是 我绝对不会说 他们没有问题 我只会说在现在的 现阶段我们能够 我们能够使用的一些工具上面 我无法确定他的病因是什么 所以对他来说 他就是感受到自己不一样了 你硬要跟他说 你是没有病的 你是没问题的 你是在闹情绪 其实他很难受的 我觉得我的医生跟我讲了这句话之后 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件事情让我 让我知道说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同理心 你知道吗 真的 所以 我觉得 我慢慢慢慢去思考这件事情 就比如说像 我刚说就是不要让他太依赖 可他就是变成这么依赖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 我爸爸跟妈妈住在一起 我爸爸年纪更大 我爸爸是几岁 如果今天我不去 不去 就是 某种程度 分担一部分 take care 我妈妈 我觉得我爸会累死 对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难 其实我觉得 身为独生子女 最难的地方 其实在这里 就是像你说的 不要让他那么依赖这件事情 我们得做一件事情 叫做我得让他知道 我会没有办法 而且 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 那一个会想说 他没事找是那个 不是你这样想很过分 是我觉得 跟你那时候的状态有关 我们今天有余裕 才会有同理心 我觉得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 我自己都对自己 没有同理心 我自己都没办法同理我自己 因为我的状况 忙得要命 我要怎么去同理对方的情况 他这样子是 其实很辛苦很痛苦 因为我会觉得 我都撑过 人所不能撑 所以我看你这样 我就觉得 你应该还可以再撑一下吧 这是很正常的啊 所以我觉得 这最难的 其实是 我们在跟对方讲 我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对你最难的 就是要去跟他说 我没有办法的时候 其实我是在 求我们之间的关系 能有一个余裕 他有可能可以帮忙你 然后他有可能不知道 原来你撑的那么辛苦 他可能以为说 你是 你是不够爱他 或不够重视他 你比较重视你现在生活的其他事情 所以你才这样 可是其实有时候是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余裕 可是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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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那个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这个 嘿呦喂啊 哈哈哈哈 哎呦 真的真的好 我觉得这句好像 这个真的是这样欸 就是 嗯 我们好像不管在什么关系里面 我们还是要让对方知道 就是 有些事情 我可能没办法 对不对 对啊 哎呀 好啦我这里先停一下 我提早进一下广告 好 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聊 今天礼拜四喔 这个男女大不同 哎呦喂 我的 我的鼻塞线 有点重 哈哈哈哈 真的很抱歉 因为刚刚 我觉得慕之刚讲的那些东西真的是 唉 这就是我觉得慕之老师真的很厉害的地方 他就是可以 一刀就 一刀就是 一刀就命中那个 那个真结点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就是 我 我当时的状况可能不好 就其实任何一段关系当中都是这样 就是 我那时候关系 我自己的状况不好 因为我没有余裕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同理别人 真的是这样 对啊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嗯 那 知道怎么做 就要 就要哭吗 没有就要 我觉得 我觉得你现在有 我觉得你现在会这么难过啊 嗯 我觉得 说不定那个难过真的是 也有一点觉得 天啊我那时候真的把自己逼得好紧 嗯 对我觉得我现在稍微好一点点 因为 可能拉开了一点 比如说像 像这个慕姿他 我有 这个 我书里面 我书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写到 但是 我记得我跟慕姿聊过 然后慕姿那时候就是跟我说 就是 我就说我觉得这个负面情绪 就是妈妈给我的负面情绪 真的已经压到我受不了了 然后 我很害怕 就是我甚至会有点怕看到他 或怕听到他的声音 然后 我记得慕姿那时候就跟我说 那你 你就 然后再去就是 拉开一点点 比如说减少 减少 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先减少 就是 比如说打电话 或者是打电话 你还是 我说我不能不打电话回去 我一定要关心他 那可能 那时候你就告诉我说 那你就不要一开口 就问他说 你好不好 最近好吗 哈哈 他一定会跟你 你觉得他会跟你说 我很好吗 我说不会 他说对 那你为什么要给他机会 让他开始抱怨 所以我就说 你就可以讲你自己的生活 比如说 看什么东西这样觉得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帮助非常大 你知道吗 我后来靠的这一招 我真的少听很多抱怨 然后呢 我就回去帮他们装了Netflix 他就开始看剧 看得很开心 他就不太 但是我以前打电话回去都他接 现在我打电话回去 常常不是他接 因为他在看电视 就避开了很多 所以 所以我们在讲说 我觉得 觉得如果要讲 就是说怎么去解决这个压力的话 我觉得倒不是 我自己想的不是 压力出现之后 我怎么去 去去 就我 我当然要一方面可能想说 他这样讲 就比如说像我书上也写 我后来慢慢可以理解 就是说他其实我把这些抱怨 视为一种很糟糕的撒娇 那但是另一方面 我也想从源头去避开 我在接收到这些事情 这些 这些压力 让我觉得自己做的很不考的 这些压力的 的那个 频率 就从源头去截断它 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变成 要挑战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就是要挑战你的思考模式 比如说 他会以呱呱说 妈你最近都让我吃外食 我都没有就是吃 就是我想吃你吃的 做的东西 然后你会有罪恶感嘛 对不对 会啊 可是这个东西 就会变成是另外一个练习 如果我今天跟呱呱聊说 呱呱 我知道你真的想吃妈妈煮的东西 妈妈听得很开心哦 但妈妈最近真的比较忙 所以你可能先这段时间 先陪我跟我一起 我们一起吃吃看 我们尽量吃你喜欢吃 然后找健康一点的 但是我们最近可能必须要这样 等于是你在训练呱呱同理心 嗯 就是你在训练呱呱去感受 他的自我不能永远都那么大 他不能永远都当那个自恋的小孩 妈妈要给他什么东西 他就是妈妈 他要什么东西 妈妈就要给 要训练男孩子同理心 不就是这个时候吗 能够同理心 妈妈现在有一些困难 所以你等于是也在帮你的孩子 所以一件事情 就包含妈妈今天 他有每件事情 你都帮他做好 可是如果有些事情 让他自己做 让他拓展 他人生的经验 就像他现在看Nephes 他有人生的经验 他就有其他事情可以处理 可以思考 他就不会永远都停在 他的痛苦跟困难里面 因为他的世界还有其他事情 我们在帮助他 可以变得更有控制感 那有控制感就会更快乐啊 我就会更觉得 我对我自己的生命 是有掌握度的 否则就会发生 像我刚刚说的就是 我没有办法掌握自己 我就会掌握你们 要来做到我想要的事情 那你们做不到 我就会用很多情绪 逼迫你们去做到 这对两边都是很痛苦的 所以其实在身为母亲 这个角色上面 你也认为亲子界线 其实是应该画起来的 对不对 我觉得亲子界线 要画起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是我让你知道 我有限制的件事情 不是你不对 是我有困难 因为我们会很容易 又变说 你怎么都不考虑 你怎么都不考虑妈妈 妈妈很累啊 如果妈妈可以的话 妈妈为什么不做呢 我平常问你说这么多 我就是这么几天没做 你就要这样子 你这样让我很难过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非常标准 就是因为我有罪恶感 我的罪恶感我难以消化 我就会去攻击 让我有罪恶感 然后我讲的话 就不知不觉的 就带了情绪勒索了 没错没错 你为什么都不 你为什么是这样的孩子 你为什么都不能够 体谅妈妈 就开始情绪勒索他 没错没错 所以这样子就会变成是 可是又不是我故意 要情绪勒索他 反而是因为我有罪恶感 我才做这件事 我想要他不要再对我 让我有罪恶感了 但是他会这样是正常 因为他很在乎你 他很重视你给他的东西 所以他就是会这样 但是我们要教他 为什么你会这样 你没有讲 我们身为父母这一方 没有告诉他们我们的困难 他永远都不会理解成 你今天不给我 会不会跟我不好有关 会不会跟你不够爱我有关 会不会跟你不够重视我有关 这那个口气就很像啊 就是我觉得你现在都不太 就是好像你有点懶的感觉 可是那个意思就很像是 你是不是不够重视我 所以你现在不愿意为我做这些 所以当我今天很诚实的告诉你 现在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有困难 你愿意陪我一起做 让我可以比较好过一点 那我之后有办法我就可以 小孩就可以理解 哦原来我现在没有得到东西 不是我的问题 是父母有难处 原来有的时候别人不给我东西 不是因为我不好 是因为对方有难处 他对于别人的拒绝 还有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也比较能够体谅 这对他的人际关系也会很有帮助 所以我觉得这种 同理心跟界线的练习 的确是在我们需要让他知道 我们的状态是怎么样 他才能开始了解 哦原来这事情 他的解释就会 比较符合常理 那这个界线要列起来 也比较不会变得很疏离 跟无情的感觉 所以你看哦 我们刚在讲 与父母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一样的就是 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 做的不好 就以我来说 当然我觉得每个家庭 或是每对子女 跟父母之间的关系 会不太一样 可是 对我来说就是 我一直会觉得 即便我现在已经50岁了 即便我可能在 我自己的工作上面 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然后也可能会得到一些肯定 可是 我觉得就是在父母面前 你就是总是希望 就是他们 他们是要肯定你的 就是他们会觉得 你做的很好 所以如果当 你遇到的父母亲 就像我妈妈 因为她是比较负面思考 可是我妈现在也不会说 我做的不好 我觉得我妈妈这两年 也改变非常的多 我不太知道为什么她 她 我不知道她的改变是怎么来的 就以前她会常常指责我 可是这两年不会了 看到你很辛苦吧 对好像是 我也觉得她好像看到我的辛苦 所以她会 她现在会常跟我说谢谢 她会说你真的辛苦了 你真的是不容易 然后她不会来跟我 她虽然还是抱怨 可是她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子会 会很容易生气 她不会 所以我在想也许这两年 我自己慢慢慢慢也可以比较好 也是因为 我好像没有再被妈妈责怪了的感觉 我很好的方面想 就像你说你会听别人 听别人的妈妈会很羡慕 对 你妈妈可能也会听别人的女儿 然后突然觉得我女儿其实很棒 你知道我以前常常讲 我就说 我知道我曾经跟我妈妈说 我说 我也没那么糟吧 我觉得我跟很多人比起来 已经不错啦 就是 你会觉得好像 自己 再怎么样都是 就是 你不管在任何地方你的成功 你是成功的 可是你都需要 你都需要 来自父母亲的肯定 我觉得 对你来说啊 这件事情 就是 变得这么的重要 那代表你的眼光 一直都看着爸妈 没有看到你自己 因为我 我刚刚有在想这件事情 我有没有很需要我妈妈的肯定 我很诚实的说 我很需要给我妈妈交代 我自己就很深的感觉 我是交代 就是我有做到这个事 你OK了齁 好 就是我比较不是 你我做这件事情 你们觉得我很棒 我常常都会觉得说 那这个都是我从小跟我妈的互动造成的 就是我就会很深的感觉 好吧你就是要这个 我就是得给你这个 那我就给你 给你之后剩下的时候 我就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 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是我的事情了 那你觉得好不好 那是你的事情 就我从小 但是这个东西的确是 也是很看 个人的个性 而我在猜 你的妈妈跟你的爸爸 对你的看法 应该是对你真的一直都很重要 然后我觉得你也很希望 他们可以以你为荣吧 所以这件事情 你一直都很努力 我觉得你妈一定是看到了 而我觉得你写的这本书真的是 可是我不敢给他们看 有时候有一点点空白跟余裕 其实还蛮不错的 我到现在还不敢拿回去 我觉得因为 因为我怕被 我怕那个 会难过或者是 会生气 所以我不敢拿回去 很少有人这样吧 很少有人像我这样 写的书不敢拿回家看 给爸妈看 我是写的书给了我妈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会看 所以其实 我觉得是真的很难 其实都还没有聊到自己的部分 就是说 面对一个过度努力的自己 到底应该要 怎么去做 就是也许我可以稍微放缓一点点 但是 那个 好比如说就像你的 写过度你的书 我知道了我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很难去 告诉自己 可以 好像 在某些程度上 就是我 我可以放过一些事情 但我没有办法放掉所有的 嗯 可是我觉得可以放过一些 就已经不错了 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件事情 就是 你要开始训练一个新的过程 就像我现在在学语言 我们一定得一点一点慢慢练习 那你在慢慢练习的过程 我觉得就是在压力很大很大的时候 嗯 你可能还是习惯会用你 就有的模式去做选择 嗯 可是 当你今天开始有机会可以 诶 我知道原来我的习惯都是这样 那我现在面前有好几条路 我以前都会走这一条 我今天有没有机会可以选选别条 比如说 今天 当我先生跟 就是 乖乖一起去上课的时候 我就说 那你们今天自己做Uber咯 哦 这就是一个新的选择 每一个 每一个自己都是在这些新的选择之后 慢慢建立起来的 嗯 嗯 对啊 嗯 好 这个今天呢 这个非常谢谢木子老师哦 那 这个 耶 这个 这个心里面其实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人生故事 然后我们说的多重宇宙 我觉得 不见得你是三重 你可能有四重 或是你有两重 但是绝对都不会只有一个角色 就是自己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总是不断的在各种关系当中穿梭 那放大一点就是在不同的宇宙里面 这个 来回走 那总之就是 还是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在各自的多重宇宙里面 自在一点的切换角色 尽量无痛切换啊 虽然很难 可是我觉得尽量无痛切换 我觉得这是 就是想分享给所有的三明治世代 上游老下游小 自己身体可能也不见得有多好的 我们的这一代的朋友们的一些心路凌晨 真的 那有些人说 他在我的书里面看到了不同的角度 原来事情可以这样做 我觉得也许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开始 就像我听了慕姿说的 原来我可以这样回应 原来我可以这样做 原来我可以不用这样子去责怪自己 那这些其实都是 都不容易 但是都是要慢慢这样做 对啊 谢谢周慕姿 不会 我真心觉得你的能力太好 可是你现在必须要重新练习 就是放掉一些事情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太好 所以 没有没有真的有些事情 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做到这么全面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现在已经越来越白烂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我现在学这白烂中 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 你的身心不会健康喔 你身心健康对小孩很重要 我要情绪勒索你 好 今天非常谢谢慕姿老师 谢谢 也再次跟大家分享我的新书 三明治妈的多重宇宙 这是亲子天下 那要再一次的跟大家这个 广播就是六月十六号 六月十六 在下午两点钟 在亲子天下club 对 这个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 亲子天下club 在哪里 我们有一场新书分享会 那我会跟慕姿老师在现场跟大家聊天 那像今天大家已经听了很多我讲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在当天也许我们可以听听大家心底的话 如果你很想跟我们说说你的故事 我们在六月十六号下午两点亲子天下club见 大家拜拜 谢谢瑞姿 六月十六号见 拜拜 拜拜 就爱点你UFO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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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